到三角点 搜救队员有人领军 有人电后 前后护送山友 因为他在乌尔尾山 意外迷航 找不到路下山 看着山友身上的穿着 搜救队员忍不住 念了好几句 如果现在是没有雨 如果下雨穿雨 因为56岁的张姓山友 真的穿得有够轻便 短袖短裤外甲一双假脚 身上没有背包装备 没带水也没带粮食 更没有人陪 走错路迷航只能赶紧求援 半人身体状况良好 无受伤情形 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带 张姓山友说 他之前就常常爬山 想说乌尾尾山难度普普 预计单日来回 登山前也有喝饮料 吃香蕉 却错过情势 他穿短袖短裤 假脚脱的话 很容易造成失温的现象 登山协会看了也直摇头 乌尾尾山是骨关七雄之一 害怕1796公尺步道全长6.1公里 虽然亲民但部分都翘 而且山上的温度最近低温都在九度 十度上下 张姓山有什么保暖装备都没有 一双假脚拖就上山来 走错路迷航 幸好及时得救 否则很可能因为自己的错估情势 湿温导致更大危险 这重温人家景城台中采访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baby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GO